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视频中真的可以看得出来 南方完全没有准备 甚至还有点尴尬 也没有当场跪下来求婚 期间两次要把话桶塞回给张亮颖 还对观众说张亮颖还有首歌要献给大家 总让人感觉有点像冰箴 最后的拥抱和热闻也显得有点客套 但是临场反应才是最真实的反应 而且有人爆料说演唱会结束之后 两人在后台还大吵了起来 所以第二天迎来的不是一篇的祝福声 而是各种带有什么小三上位 逼宫求婚 张亮颖黑历史等等字眼的这些标题 充斥着各大媒体 然后冯科马上就被扒出说05年和妻子离婚 但是张亮颖却说感谢和他12年的陪伴 也就是说两人03年就在一起了 超女期间冯科也是动用了自己的一切资源 来做其背后的男人 不仅是为张亮颖四处拉票请粉丝 还一手策划他的新闻来曝光 看起来和养子黄胜衣有那么一点相像 然后又被传出说张亮颖和黄建祥在一起了 有一次有记者就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就被一旁的冯科给严肃地打断 07年的时候张亮颖一度传出被男友打伤 虽然很快就否认了这一说法 但当时论坛里有两粉就曝光了 冯科是一个掌控欲极强的人 要求张亮颖必须对他言情计从 不过随后被派到两人一起去吃宵夜 在媒体的眼里已经从绯闻男友变成了男友 2011年的媒体传出张亮颖甩掉冯科的消息 原因是张亮颖不再对他言情计从了 还产生了金钱的纠纷 但是之后两人在公众的场合还是形影相随 到了2013年的两人再次被曝分手 原因直指冯科不肯结婚 露张亮颖寒心了 到了去年年底冯科再次被曝打包斗人 短短的几年间就被传了三次分手 每次都是男方卷破盖走人的说法 不过在今年我是歌手的现场 还是看到了冯科默默的在台下支持 不过在冯科12年的苦心经营下 张亮颖的事业发展算是相当成功 见见脱离的相处的兴趣 不仅体重变了 眼袋也没了 下河脚也没了 他鼻梁也没了 肥肉也没了 去参加了格莱美又去参加了奥普拉 飞上枝头当凤凰的赶脚 一起来看看网友怎么说 网友百合说 亮颖和你在一起12年他都不和你求婚 你们是一条利益上的 这样逼出来的求婚会幸福吗 我替你捏一把汗 网友默说 一个男的跟你在一起12年都没有娶你 是根本没有这个想法吧 网友是我吗 说张亮颖则我标准你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帅的 这点放在冯科身上倒是蛮贴贴的 不管两人之间有发生过什么 不管是不是小三上位 不管南方有没有做好准备 还是希望我们的小张可以幸福地标准他的海豚鹰脑 好了今天的微却娱乐圈就跟你们聊到这里了 记得来听新闻手机客户端 订阅我们的节目可以私信跟我聊了八卦 节目的最后呢 也要谢谢ilovejack提供的服装当初 OK 再见 拜拜